你看对面开始有这个旧货市场是吧 慢慢越往东走就出现一些旧货市场 就网上我也看啊 就是说好多自媒体说这个 现在二手回收餐餐具是吧 可以一年挣 这好几十万了 挣几百万了是吧 哎 我觉得怎么说呢 这每个行业啊 这其实 也都能挣到钱嘛 但是有的行业啊 它垄断的特别快 那样的行业呢 就是就是我一直说过的零和一的行业 那你要么就挣大钱了 要么就连零都没有 是吧 那有的行业呢 可能可能你就是谁也不可能那么完全垄断吧 是吧 你比如现在这个二手回收是吧 你这个东西你怎么垄断呀 因为它这个非标品嘛 你不可能说开个大公司 让底下人去收吧 收货吧 是吧 它不标准呀 它到底 是吧 你这内控都没有办法做是吧 五百块钱的东西 对吧 它非要六百块钱收的员工 你怎么办 是吧 所以说这个 你看这边有好多这个二手的东西 这个叫金城二手家电 是吧 陈兴二手家电 但是像这样的行业啊 它因为 怎么说了 也没有像显现中那么利润那么大吧 当然看怎么做了 是吧 但是肯定也能做 所以说那个现在 赚钱吧 最重要的 最忌讳的 就是想着一下赚大钱 是吧 这个是比较有难度了 这个比较有难度 哦 这还有个 叫万国之业 是吧 这个 很少见了 因为好多的这个 这个纺织了 什么都已经那个 都已经那个搬到一些 比较 比较远的地方了 这个 我觉得都好多年了 哎 叫这个 是不是已经搬走了 我怀疑的 已经搬走 可能做 做那个什么了吧 可能做这个 库房了 都 而且像是那个库房的车 是吧 这还有一个蓝键 婴儿服装厂 不知道这个还在不在了 这应该是已经不用了 是吧 嗯 你看 没有没有身影 没有什么 然后那边是党员 职工服务中心 啊 这边也晒了好多的这个香肠 是吧 这边就是应该都是这个像社区店 啊 有些诊所啊 嗯 小超市是吧 装饰 竹道 竹道这些年很火的 很火 这个是一个给发店 上行 装黄 你了解 你了解 基本上是这个在底商的一些叶态是吧 都说在这边 有些二手的产品啊 这个工程量也是很大的 你看整个相当于 可能有些地下地下地下管廊的一些工程 确实很大的工程量 这有个小区叫警惠园 这个小区一看上去还是比较新的是吧 比较新的 嗯 但是这个大门 如果人现在的标准来看 有点 就像网上的 网上的那个新闻一样 就不是太有面子是吧 但是里面还是不错的 因为那边在施工 在施工确实人就没有办法走到这边来 就肯定 那这个市政施工啊 因为如果做地下管廊 估计 一时半会也完工不了 所以对 当然对这个减范了什么 应该没什么影响 因为都是周边的居民 他如果做一些过路客的生意 可能会受一些影响 因为他可能是半年或者更久吧 这整个这个应该是北京东路吧 北京东路整个都要施工啊 这个警惠园这个小区也挺大的吧 好几栋 好几栋 哇这个是怎么了 这边有些这个商铺 是不是还没有出出去是吧 这个商铺就是位置还是 哎呀商铺商铺嘛 位置还是第一位 哇这边就有一些气修的店了 这个这个楼应该像这个 像这个那个宿舍楼的那种概念啊 是吧 你看下面有些这个KTV 还有电竞管是吧 电竞管应该就是网发吧 然后楼上还有一个那个 什么乐是吧 什么乐是吧 华冰 华冰场 应该是华汉冰的吧 是吧 因为华汉冰可 好多年头了是吧 这是一个一个养老院 养老院 那最早肯定 应该应该不知道是什么一个单位吧 有地方就能挂是吧 挂在这边了 啊 这是湖北省电力建设第二工程公司 最早是最早是这个单位的吗 省二电处 是吧 二楼可能做了个养老院是吧 这楼肯定也有些年头了 这有一家这个燎原浴室啊 这 这好多年了吧 这个 可以有些年头了 啊 后边 慢慢走过去 看这是我们拍过原来那个 这个钢板架 你看这钢板架 它应该是 这打到这个 打到这个基坑里的是吧 要防止这个 估计是防止这个土 土的这个塌方是吧 所以这个 这个市镇工材啊 这个 这个钢材的用量 应该也是比较大的是吧 这个 好多地方感觉都用得到 你看这有个家祥林印刷 印刷厂 这个 现在叫祥林印刷有限公司啊 这也好多年了 你看这个标牌是吧 那这边有一个 新洲市瑞新自一 这估计是很老很老的企业了吧 尤其这个印刷 印刷厂现在好多都 印刷行业确实也不景气啊 主要的各种各样原因吧 后边 后边那个都很老的楼了 是吧 这有一家这个精酿啤酒 是吧 北京东路店 应该是别的地方也有店 是吧 这精酿啤酒啊 因为现在这个 这种 工 我们说和这个精酿啤酒 相对的是这个工业啤酒 因为工业啤酒 现在这个 消费量啊 确实在下降 是吧 因为 喝起来没什么味道 是吧 又容易发胖 所以好多人转到这个精酿啤酒 现在也是个趋势嘛 是 叫少喝酒 喝好酒 是吧 这样的概念 嗯 好多这个创临不易的东西 哇 这有个 加加 叫什么 啊 一个 啊 这我们到开发区了吗 丁东开发区 是吧 成功